中华民国大使馆在6月22号晚上9点钟设宴宽待中华成人棒球队 大使杜福松在会中慰劳所有的对机员们的辛劳 虽然金秦桓打得不好 他勉励大家在急在力 继续努力争取好的成绩 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馆晚上请中华棒球队的对餐 可以说相当丰富 而且味道也很好 球员们都吃得很满意 那么大使旁边还请了谢国诚先生 这是球队的领队 我现在先敬各位几杯酒 我们上球队就是到韩国来 各位没来以前韩国很多朋友 韩国的报纸对我们的球队的估计很高 知道我们的这个势力是很强的 我们两次出场啊 虽然没有打胜呢 但是我们球队的表现 无论是在这个技术上 中度都是韩国朋友非常敬佩的 聪明给你吃下来